今天讲第十九章 甲正病观 甲是甲的一个甲 正是正是那个正 病就是一同的意思 观就是观察的意思 佛言观天地念非常 观世界念非常 观灵觉济菩提 如是知识得到积极 十九章 佛言我们进行甲正病观 这个节目叫甲正病观 第一个观天地 念非常 这个念非常 是因为我们观天地才念非常的 不是我这边又看了天 我们一边又念着别的非常 当然它也不是美 是观天地念非常 要通过我们念非常 把点地要看破 我们观天地要知道是非常的 我们心里知道什么非常 就要念非常 观世界 观世界 念非常 一共有三个观 观灵觉 记不提 第十九章 佛教言 观一切 唯心造的道理 要把 妄想 的去了 保存 实在的 天在上面 扶着我们 地在下面 宅着我们 在凡夫来讲 这都是常住不坏的 可是 这并不是 常住不坏的 一切的事物 在变化 以来 不是常的 在我们来讲啊 看到天 地 都比我们寿命 常 而且坚固 我们因为 它就是常 我们的衡量 标准 主要是以我们的感受 和我们的经验 去衡量 所以说 我们不能了知事物的 本来真相 因为这个世界啊 还有 承住坏空 承住坏空 坏了 不断的 多数捷以后 就开始 整个世界都要坏掉 坏掉以后 还要 空 还要空掉 空掉 不断的 空掉一段 就变成了 开始 形成 形成 形成的过程啊 那也不假了 而且很 有很多的现象 原下没有言 最后变成了 有言 常被住 常住坏空 这个 不断的歉意 所以说 我们 它是不长的 因为我们 没有会员 实际上 事物是每一天 都在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每个念头 都在变化 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要看电影 我们看电影 都是连续的 看 它是像一体 实际上你骗子 撒下来 它动作 都是一个一个 一个点 就完成 因为它太快 我们的视觉 是有障碍 所以说 是这样 因为我们心 也是在盲动 所以说事物呢 就变得 不动了 事物变成不同了 所以说 我们应该看到 事物 我们因为长的 实际上是在变化 不断变化 特别是 善和大力的变化 我们 很难应可它 很难应可 你不知道 这个善和大力 本来就是个虚妄 为什么是长呢 是我们心里的感受 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意味 的长 这个长 是我们心里 有了鞋子鞋见 所产生的 不是万能有长 是我们心里 有了鞋见 所以它是长 所以佛言 观天地 念分场 要念分场 有了想法了 观天地 通过观察天地 知道了 事上是无常 所以我们 有很多东西 没看到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地球 不断的变迁 事物不断的变化 知道一切事物 现在话讲 在运动之中 都是不施常的 不管运动 还逐渐的 要取向于毁灭 佛说 你观察天 有寒来 蜀渡 蜀网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有 地有三合 大地都在迁变 不停 不是固定的 这都是生灭法 不是不生灭法 所以说 念非常 观世界 念非常 事呢 是以牵流为异 戒呢 是以放位为异 这也都是生灭法 不是常住不坏的 因为我们对世界的了解 是根据我们里面的定理 所谓的自见 就是根据我们里面的智慧和定理 来决定这些问题 当你呢 有了定理的时候 发现的问题 它就不一样 你定理大 他发现的问题 就更多了 你定理小 就被事物所迷惑 所以说我们往往都执着在友上 也不肯秀道 也不肯出家 出家的也不给了生死去着想 经打闲叉 没有用的事情 大事就忘了 就经想就没有用的事情 那有啥用呢 是不是 一个事 一句话 一口饭 等等 为日上去 多想一个念 都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动个念 动个脑都没有意义 因为他事实上是无常 今天在 明天不在 佛说你这么都不行 说吃了这顿饭了 下顿饭吃不吃了 那佛说这也不行 你不知道生死无常 就在互不息之间 这口气除了 那口气不见得回来了 都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知道事上无常 事上无常 通过我们静的时候 不断观察 观察你想 慢慢的看出它的变化 你看现在这楼房 原先都挺好 房间的全都给你拔 拔了那不断的变化 那个银呢 那个你看那银还是那个银 但是那银心也变化 对物质又变化 信一变 外面也变 反正是烂七八糟的 老是那么整 最后银我看 最后变得越来越愈死 而越来越的探照 他把这种 就是 不断的改变 这种形式 来保持自己的那种 忙想 让自己的长久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死 他想搭着这个目的 但是不可能的 你怎么壮事 怎么努力 你早晚都有这一天 因为事物上 事件的事物 就是一个生命吧 他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观灵觉 什么是你自己的灵觉呢 就是因为你发现了事物 本来就是空的 不是常主不坏 当你发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谁来发现 发现和灵觉 它是同时采成的 有了发现 你的灵觉就现前了 有了灵觉 你就会发现 所以说 觉即是菩提 如果你不觉 他永远没有这个觉性 没有这个觉性 你觉的时候 这个觉性就现前了 所以说我们不断地发现空 发现空的时候 你那个觉性已经起来了 不是空了以后再另外找个觉性 这找不到 所以我们要经常念念的 不要住在哪 你不住 你那个佛性就在逐渐地显露 你有所入 那佛性也就不见了 不是我住了以后 佛性他不来了 也不是说是我 我光控了 那个时间久了 那个佛性一会儿就来了 他本来佛性没有生 没有灭 是你觉和不觉 觉了就现 不觉就不见 是你自己在迷 在迷 譬如是觉有个来往 是你自己在迷 所以说这个灵明的觉性 什么是灵明呢 是相对而说 就是因为我们处在 迷的观察 所以说脑袋不好使 缺发了灵性 灵性不知道是你 当我们知道 灵的时候 灵就起来了 灵一起来 灵就现年 灵和灵 他又是一个 有时候说 师父你老讲 这个一个 那个 那个也一个 到底是哪个 哪个 哪个都不是 哪个都不是 就那一个 如是知识 得到积极 你能这样去研究 印识 明白这个理 就很快的得到 你要不明白 就不得到 如是知识 如果你得到这样的 佛的自见 和正确的自见 得到积极 什么的积极 很快 很快 非常快 而是得到积极 第一个积极 得到非常快了 你能这样去研究和 认识 明白这个理 就很快得到了 关键 关键是我们要细些信 静静去观察 静静去体会 怎么去体会 不是你去想象的体会 你要观世界 怎么去观世界 谁能讲一讲 怎么去观世界 请性说一个 反文文字性 好 讲的很对 过来世界怎么观 反观 反观 不是让你去观 用你眼睛就放你的六根去观 让你去反观 反观没观 直观那属于世界吧 反观是修道的吧 反观 什么叫反观 就要不念 对 好 反观就是方向 就要不要打方向 那就是反观 你以为你拿的眼睛去 去满大去瞅去 反观 我这反观 我瞅着里面什么 这个那个 你就搞 那不在外面管 各里面管 所谓你还是一种 随着念头去去观 反观 就是不随着念头去走 不打方向 就是反观 那不打方向 他不是没有 只有没有这个 你的妄想的时候 你才能会真正的观察事业天力 有了你的想法 你永远也看不到天力 你以为你那个观 说做呢 哎呀 我观这观那 我想啊 你想什么 只能是一种妄想 有想 就不能观 反观 就是放下你世间的观 把你这六个人送回来 不打王强 你不打王强 真观就会献钱 真观就会献钱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说法不可思议 所以说 我们用在哪用 就来着上用 今天很好啊 现在大伙的这个 直接啊 逐渐就开始走向了 珍贵了啊 如果我们这个不明白 你心情 你根本就不懂 所以说你修行 你也没法修 平时你竟看别人毛病了 完了 你这真观呢 就他对和错 你都是一种错误 你已经 你以为是观天地 天地万物 你都应该反观 吃饭要反观 对物质要反观 对一切瘾也要反观 都要反观 观谁呢 观自己 就通过观自己 达到观无念 你无念的时候 才会真观 你那个真观的 灵觉的决性 才会起来的 你是以为 你想象就能去 灵觉性 你越有放适 觉性越没有 只有你反观的时候 觉性就起来 从哪里 就从你念念起 你当然要发现 别人有问题的时候 马上回回来 放下 这是我的故事 这是我的往羊 我眼睛又去看别人了 马上回来 把信放下 你这才叫 真正的开始观 就从你自个念头 刚开始可能变进点 这眼睛是不行的 老往来跑 你看到门头 马上就能瞅 看到眼睛马上就看 特别是世界人 观察女人 他能把女人 给送亲老远 眼睛就想裂都裂不回来 虽然有线的拽子 你这个难受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虽然不像世界人这么做 但是我们应该把你眼睛 随时随地都要收回来 过去的诸子大德 就怎么管呢 你像来国老和尚 进禅堂了 好几个月了 有一天走到这个 这个放荡时那会儿 四人在门口站着 他顺便瞅了一眼 那四人就哈施他 你瞅什么瞅 你不好好修道 你妈那瞅啥 就瞅一眼的 来不让他还说了 那都不行 后来呢 人家做气的时候 人家问他 说你看那个斯加福 有没有胡子 不到 在禅堂中间供着佛 斯加福 他都不知道佛长什么样 天天除了那五好几个月 不知道佛长不长胡子 不知道啊 因为过去那画佛像 有的画有胡子的 有胡子 我们现在一般的顺势 没长胡子 因为我们看的佛 都是没长胡子 过去不是 过去确实常常那边 有时候画佛 还没一种现在还有 有时候佛留点小胡子 想施展一次 他都不知道佛长不长胡子 好几个月都不知道 那就是反观 你脚的你眼睛瞪得挺大 一照相 你看照片的眼睛瞪着成了大 那干嘛呢 你都是在放映 一看就没有秀性 有什么秀性 那眼睛瞪着 看世界 你看世界 那实际上你就被世界转 你心里有了世界就没有佛 扭佛的人他没有世界概念 他没有外面一切众生的概念 只有反腐才这样 所以说我们都是 看这看那 你都没有真正去管 真正管就是反观 灌什么 怎么管 就是无念去管 把你的想法 不是我反过来 这什么意思 这个大地 怎么长这样的 闭个眼睛去想 那你也不能反观 头一个把眼睛收回来 平时走道 干什么 你不要眼睛瞒哪去杀 动杀 戏杀 看什么 一看就完 一看眼睛都定不住 上回有一个 一看那个眼睛定不住 你瞅他眼睛 从这时候动 从动头转到戏 你瞅他转到动头 这没完没了 他自个控制不了 一看这个信 就是乱动 一烂动 你这个信就动了 你看这老秀行啊 那眼睛啊 就像那个木头似的 眼睛像灰蒙蒙的似的 也不亮 不亮 那啥不亮呢 他也不想往外观 看什么 看着好像有个眼睛在 是他根本就没用这双眼睛 所以说没有用这双眼睛 你要用这双眼睛 那正是你 那正是你 就是错路 要眼睛要下 这上一座 眼睛要下 耳朵要聋着 要没有舌头 没有鼻子 你这才行 有这些东西 你都不是真观 没这些东西 你就是真观 所以说 你看看 许云老 你不管什么时候 照相也好 干嘛也好 许云老 都是 俩眼望 抵一抵 眼皮啊 一大了 就完事 你看看 所以我们不能像许云老 和上有那么大秀营啊 那么实实的反馈 我们的眼皮也得大了下来 哎 老变成错眼皮 也变成淡眼皮 把那眼皮称的长长的 那把眼睛盖住 不丑 世界你再好 也不丑 原先走到山西 从武汉走 走到山西 叫沙河呀 可能是沙河 旺 反正就是 奶水 可能是奶水 是沙河 我方旺 那么个地方 还在山西境内 第一天去 走了半夜下 后来就有寺院 他能够等 晚上他一点 这家子 我们俩得了 就奔着这个凳 也不 就不休息了 因为 这一瞅着凳了 心里胜欢喜心了 说赶紧上寺院休息 就拼命得走吧 左走右走 后来 当然应该上见去打 一上见一看 这人一打 你成了不高兴 以为你个腰洞就来了 后来问了一下 不知道 不知道没看 自个找 左走右走 等着找着 这个想睡觉 想当他休息 找到铁亮才找 找到铁亮 这一灌 把我们灌 不到上哪去 上哪去 管到铁亮 你想达到的目的 根本就达不到 去了一个是秘荣室 还没 还没起床呢 必须是通知一场 后来给我们按了一个 他也没有疗 没有疗房 跟他自个住 那个地方算不错 在一个管事 那个店里 一处 有几张床 休息 一会儿 这一会儿 等着中午关在 下午我们就开始 又往前走 当我们就是往前走的时候 走到界面 其中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叫旅社 现在叫旅馆 可能也许是赵代厨 那不行 凡是一个龙 前面 很多人 有女人 有男人 在打扫威声 我们这个眼睛 平时就是进行 平时 虽然直到前面有人了 我们更得把眼睛收回来 就瞅着眼睛 蜗牛之地 也不瞅 眼睛也不胎 走隔天 也不想听他们说什么 就是一劲儿得走 你想一想 遇到一幕不丑的话 也是你 你也得有点定力 那边他有吸引力 那么好 你眼睛少一眼 或是瞅半眼 他半眼也不瞅 就是定着力 就是从停老远 就开始往上走 一头也不抬 眼睛也不抬 就是往前走 那眼睛少的意思也没有 就往前走 等他走过去了 也没有抬眼睛 不是 走过去我不看到了 这会把眼睛抬起来 轻松轻松了 也不抬 继续往前走 走过去了 一段 最后听到那里面的 有个男女就喊 你们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些和尚 才是镇和尚 才是镇和尚 马回来 人家没有可能是 谁问什么 咱都没听着 最后他给你解释 你看从 从到这地方 咱这么多人 他从来没瞅一眼 他没瞅一眼 这个 因缘就很殊胜 你谈到老远 他能看你没瞅一眼 这个怪不怪 你说 很怪 佛佛的这个架势力非常大 而且就是给告你 就这么秀 就这么秀 不要瞅 说有时候人不会走到 平时星鸟 起 那眼睛除外 去瞒哪干嘛 动啥 细看 去向旅游 所以你就把供全浪掉 随着随地把那眼神收回来 就是墨牛子 头都不来 那才行 在毕山市 他后面那个 那是玉佛 玉佛那个地方 去了好几个月了 我没进到屋里瞅一眼 玉佛 说进到屋里瞅一眼 没有 仅仅跟门口走 你放便那时候 也得进过那个门口 不进过大店 就进过那门口 我也没去说去拜一拜一下 去瞅一瞅 没 说你是不是慢心 我觉得那个不是慢心 正是遵佛所事 佛在那坐着 就是让我们这么做 我觉得这么做 就像那个喝水的 佛会这么这样 说你没见我 你可能真见我 你来见我 你可能没来见我 见我面等于没见 你没见我面可能早来了 所以说你不去 那种观 所以说四见法的观 就是凡观 你凡观 就是见佛 佛就是凡观 因为佛是无影像 无众生的下 所以说我们应该凡观 凡观 济世菩提 凡观济世菩提 观灵觉 济世菩提 所以说我们感到心境 观自在 你是观你自己在不在 你只要是凡观 你自己就在 你不反观 你自己就不在 所以说观自在 你要这么反观 自己就在了 你就找到你真正的自己 你不这么反观 你永远也找不到自己 观自在 你过了自在 才有下一位 再形成波尔波罗蜜落 这会儿你才能 像蜜一样的甜 伐喜才会生起来 你不反观就完了 就没有这个东西 我心境咱不解了 咱说这个 明白这个 所以说 如是知识 得到疾 就是说你如是去自荐 正确的理解 正确去做 你会得到快 得到疾 这极度速度的意思 快 非常快 不是说这个 超出一百人的快 在硬的人看来 他都是快 在你慢的人看来也快 在快的人看来 他还是快 他就是一个快 就是快的意思 他特速的快 你在慢人 他也是快 你在快人 他还是快 他快种之快 特别快 所以说得到 非常快 所以说 顿吵无难事 过去啊 说称佛三大恶生气节 三大恶生气节 如果你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思维 就可以 顿吵三千 顿吵无量也 所以说不可思议 你要是能印证去研究 验证 明白这个道理 就很快地得到了 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 怎么办 就不得到 就这么 没有什么疑问 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是凡无故 那就是众生 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你去做 很快就 成佛 成佛啊 成圣啊 很快 就关键 在你这一念用心 你用心不正啊 你想了到 你等着 所以有的人呢 就是不知道 自己秀的方法 那是十个指头 不是月亮 不是月亮 你得利用这种方法 去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你这拐棍也得正确 你这拐棍 你要是过长了 过短了 或是都不行的 你用这拐棍也得正确 能借助力 所以说 就是反观 越是反观的因 他信你越平 越平的人 对任何事物 他都不会计较的 你只要是起了一念 有计较的心 那已经不是反观 反观的因 是没有这种分别性的 无念 有念才有分别性 没念才哪有分别性 分别性已经是念头里的处向 所以说 甲枕并管 甲枕并管 我们通关甲的 我们关到正的 通过正的 我们彻底的破除甲 所以有真甲并破 也叫真甲并管 因为破了甲的 我们知道正的 有了正的 我们知道什么是假的 他俩是同时的 同时的 所以说 这个一项的完成 一瞬间的完成 这很不可思议 而且我们平时 修道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都要这样 上电的时候 也是这样 你不要烂伤 有的人就伤 这人他怎么这样 今天他很困了 你看见他困 我跟你说 你批他困害脸 因为他困 他没有他混成 等你是发现了别人的毛病 实际上 你批他困害脸 因为你不困 你起了更大一个分别性 更大一个分别性 这种分别性是个危险 很危险 以后你会在这个危险上 要起烦恼 他睡着了 只能说他混沉 将来他变成个愚痴 但那烦恼不会那么大 你这也不是 这一分别性 他睡着了 越想心越不平 就算当时克服了 事后这个不平心 也会有因果 不能从那里 就得冒出来 最后给你弄的 满身心就不会愉快 甚至也一场事情过来 所以说千万不要发现别人的缺点 当然发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首先要管自己 这是我的缺点 忏悔第一个忏悔 不是让人忏悔 说得自己忏悔 发现别人的缺点 你怎么自己忏悔 我还没有混沉 应该他忏悔 你先忏悔 你发现别人的缺点 因为发现别人的时候 也就是 那个缺点就是我的 所以说你先忏悔 你有个眼睛 有的很多的去指摘 那个常众有的公安 去指摘人家 如何如何 实际上 人家反过来 一发愚 正是你自己的事情 他不认识 他也给别人讲 所以说一开悟的 他不会说成道事 他只能自管 他不能去去去 只能反管 他不能去去去做那些事情 叫他管他也管不了 你说 你看看那人怎么样 哪个人 他根本心里没有那个影响 我一样 他不会顺着你的反复那种习惯性去走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修行这种 每时每刻都要反管 自管看自己 不管 要真的 好 好 这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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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